最後我們就看一個康軒的動畫 來跟各位講一下低運動定律 這其實我們前面都講過 而且有個影片也看過了 但是我們就再看一遍 牛頓三大運動定律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慣性定律 公車突然開動時 車上站立的人身體會向公車後方傾斜 公車突然上車時 車上站立的人身體會向公車前方傾斜 抖動衣服可以抖掉衣服上的灰塵 搖動果樹 樹上成熟的果實會脫離果壁 如果物體不受外力作用 或受外力作用 但合力為零時 則靜止的物體 仍然保持靜止 運動中的物體 必沿著一直線 做等速度運動 現在我們要來探索 何謂慣性 首先我們用書本將直尺的一端墊高 另一端用膠帶固定在桌上 將粘土捏成的小雪人 拼放在玩具車的車頂上 再將玩具車置於直尺較高的一端 將玩具車釋放 當玩具車撞到底後 會發現小雪人繼續前進而飛離車子 由以上的探索活動顯示 運動中的物體如果不受外力作用 或所剩外力的舌粒為零時 則會保持原來的運動狀態成為慣性 好 就請記住 備好 牛頓低運動定律 物體不受力或何以等於零時 靜止恆進動者恆坐等速率直線運動 注意條件 不受力或何以等於零時 注意結果 靜止恆進動者恆坐等速率直線運動 提醒你注意 提醒你注意 從此之後 考卷上只要寫上等速 等速度的時候 你就看到這幾個字 心中就要油然升級一件事情 它合力等於零 它合力等於零 然後我們舉過一些 原來是靜止的保持慣性的例子 還有一些原來是運動的保持慣性例子 都請你要看過去有印象 能夠了解 這就是 我們回顧我們的牛頓低運動定律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